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陳偉博 那今天時間來到了7月28號 台幣股市這一波經過了一個重挫 來到今天 今天上漲了37點 然後在K線上面 各位好不容易齁 連續重挫了很多天 又出現了一個紅K了 那現在很多人會關心 這個盤是止跌了嗎 還會不會繼續往下跌 我想這是各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所在 這一波實在是很多很多 做多的投資朋友傷到了 我也非常非常清楚 事實上遇到這樣的一個行情 如果是做多的很難不避開 那這個有關係到了政治因素 關係到了經濟 關係到整個台股的一個籌碼面 我覺得各位應該去記取過去的教訓 就像微博 每一次如果我們帶會員 出現了停損錯誤的時候 我都會檢討 各位也是一樣 在操作上必須去檢討一下 過去為什麼這樣做 然後要避免未來再做發生 那些重點 這個行情到底止跌了沒有 尤其很多投資朋友 現在手上的股票 套得亂七八糟 到底是要不要賣 對不對 比如說我不賣了它繼續跌怎麼辦 但是如果賣了它反彈怎麼辦 其實很多人現在問題在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很多人產生這個問題 套老了股票怎麼辦 一定要殺出去嗎 沒有別條路嗎 我想今天的節目會針對這個部分 來再一個說明 那我們先從今天的第一通訊息 來解這個大盤 跟包括期貨的部分 來跟各位做說明 那微博會跟各位報告現階段 包括期貨包括股票 應該怎麼樣去應對跟面對 這是今天早上9點09分 7月28號發給全體會員的第一通訊息 來跟我們看一下 昨天的美股繼續重挫 對不對 昨天的美股還是一樣下跌 包括歐洲的股市也是一樣重挫 那然而今天的台北股市開盤 它是守在關鍵支撐之上 好各位這是什麼意思 各位有沒有看昨天的節目 昨天的節目 微博有給各位看這通訊息 但是我把價位遮住了 昨天是7月27號 昨天的時候在11點30分的時候 我們發了這通訊息給會員 我們預測 台北股市的一個低檔 低點位置點 大盤的支撐 大約是在這個點位上面 台子期的支撐 大約是在這個點位上面 好各位朋友 昨天我們把這個關鍵價位 也不是應該不是講關鍵價位 關鍵支撐點位 給我們的會員 台北股市到這個位置點 也就是我講的 大盤來到了這個位置點上下 期貨來到這個位置點上下 它會有支撐的一個 急殺支撐 那這個部分 也就是今天給會員跟會員講的 雖然美股它是中錯的 但是今天台股開盤它是守在 我昨天給會員的這個支撐上面 所以事實上 就多方而言 我們拉近一點好了 就多方而言 目前要等的是什麼 日線的不熱指標 能夠向上 所以日線它現在向上了嗎 還沒有 所以短線的部分 就會以30分線不熱指標 來做一個上下震盪 當然我們也會找事實的一個動作機會 來通知 目前現在我先講期貨部分 等一下再講股票部分的操作 因為兩個是不一樣的一個類型 期貨部分的操作現在沒有波段 因為大盤的日線不熱指標 還沒向上 但是現在整體的大盤跟期貨 都已經跌到了 我剛才所講的那個支撐點位附近 當然那個支撐點位附近 台股就會有支撐 所以你看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今天的動作 也就是說目前現階段的動作 沒有波段 你只能做短線當沖 這是今天7月28號 我們9點22分發給期貨會的訊息 好 這些訊息是這樣講的 台子08 30分線有機會向上 請會員掛8500點 買進一筆多單 各位朋友 今天的期貨部分是這樣子動作的 這是台子期今月今天的動作 早上9點22分開盤的時候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點 也就是大概是 兩度 這是大概8500點 兩度有跌破8500點 是在這個地方 好各位 這個時候 我們預期30分線有機會向上 所以請會員掛在8500點左右 去買進一筆多單 一樣要設停損 停損設定8480即可 請會員此多單 嚴格設定20點的風險 如果破8480 馬上賣出 好各位 今天在拉回的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跌破8480 最低點剛好就到8480 所以目前這樣的做法 才有辦法 那為什麼會去做這一筆多單呢 來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從博日指標部分來看 這是今天的台子近月 台子近月今天的走勢 早盤都還在盤下震盪對不對 所以在盤下震盪的時候 我們請會員去做一筆多單 好買進去的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來各位 從日線買來看的話 日線它目前為止還是屬於向下 這波為什麼大盤跟期貨會跌這麼多 因為他們的博日指標呈現向下 對不對 但是短線來到今天的開盤的位置點 各位我從今天開盤給各位看好了 我們拉近一點看 這是今天104年7月28號 台子近月9點15分 因為這是30分線 所以它是從8點45分開盤 到9點15分的一個K線 好今天開盤的時候 因為美股的關係嘛 還是開低嘛 但是開低的時候沒有破 我們昨天講這個價位 也就是並沒有破 台子期的一個相對一個支撐 好所以當台子期沒有破支撐 來請問它是低檔還是高檔 它又來到低檔 所以它有機會轉下的狀況下 各位你看這一根 這一根已經到9點45分了 9點45分的時候 之前就已經出現了30分線轉為向上 對不對 當原本30分線向下 出現30分線轉為向上 所以各位我們在9點22分的時候 因為研判出來30分線有機會轉上 所以在8500點左右買進一筆多單 好那這一筆多單 我們今天是做當沖的動作 並沒有做流暢 為什麼 各位 這是我們後來出掉發給會員的訊息 這是在7月28號今天11點41分發出來的 好剛才在9點22分的時候 我們掛價8500點買進一筆多單 然後這一筆多單 我們可以拉近你看 這一筆台子多單 是在8560左右做賣出的動作 好為什麼 因為目前台股它仍然是在一個打底 是否成功還不知道 那什麼叫做成功 也就是說各位都是朋友 當博日指標轉為向下之後 它的方向是向下 未來要等到博日指標確定轉上那一天 那這一波它就跌了這一波它就結束了 結束它就有機會往上走一波反彈波 所以在確認點叫做日線博日指標 為什麼 日線博日指標它是代表趨勢 所以 這個打底是否成功 你就要看日線博日指標 但是日線的博日指標向上了嗎 沒有啊 你看我這個測標 包括台子旗的 包括大盤的 因為日線都還沒有向上 所以還沒有向上的時候不會有波段 那不會有波段怎麼辦 所以不會有波段的時候 就要以當衝來做一個應對 那這個當衝的話 多空跟空齁 你要做多也好 做空也好都不限制 你必須用三十分線博日指標來做 也就是說各位都是朋友 微博今天早盤 带会员去做多单 是因为30分线 有机会向上 后来30分线也向上了 那现在30分线向上 我们后来 在8500点买进的一个多单 8560点 把它做卖出的动作 当买进去 做卖出的动作 原因是因为日线 它没有确定向上 各位 如果接下来的日线 也就是说 如果会员朋友 如果你是用博乐指标的话 台北股市 目前你要跟着30分线动 因为日线它是向下 还没有趋势的上涨 如果未来日线确定向上了 那这一波的话 就有机会走比较大幅的一个反弹波 但目前还没有 所以你要看接下来30分线 如果明天的30分线还是向上 台北股市它还有反弹 还有上涨的机会 但如果明天的30分线 转为向下了 那各位 你就要注意 台北股市一样有拉回的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操作 如果明天的30分线还是向上 你可以做多 但是如果明天30分线一旦转下的话 甚至可以做放空的动作 这是目前在期货部分 我跟各位讲要应对的 必须用短线当冲去做应对 一直到波段确认为止 也就是日线博乐指标确定向上 所有的操作 我再次强调 因为股票市场上是有风险的 所以操作一定要有依据 这也就是我们目前为什么 在期货部分我们用当冲来做应对的原因 这部分跟各位做一下报告 那股票呢 股票的部分会比较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期货的部分它可以做当冲 股票如果说实在 你如果现在做当冲也赚不到什么钱 我认为股票还是要做波段 问题是现在有很多股票 我知道其实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们都套牢了 这一波做多的人或手上有股票的人 很难幸免 基本上是跑不掉的 但是跑不掉的时候 双手一摊吗 认输吗 我认为不是这样子 做股票也好 做期货也好 不应该是怕赔钱 你如果赔到了钱应该要去做检讨 检讨了过后 你要思考怎么样把它赚回来 那期货部分刚才我也讲了 我们目前期货的操作 就是用短线应对来操作 也用短线的一个做法 把比如说你是期货部分赔钱的人 你就用短线 现阶段用短线把它赚回来 波段成立的时候你再做波段 那股票部分呢 因为现在很多人股票都赔很多钱 所以股票再来到这个位置点 其实我要特别提醒各位老师朋友 很多人套牢股票怎么办 一定要杀出去吗 没有别条路了吗 比如说你现在套牢股票套牢很深 应该怎么样把它反败为胜 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重点 其实这两天 微博一直在提醒各位老师朋友 有很多股票 已经来到了相对低档区了 但是相对低档区 你怎么判断 我想这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 微博下个阶段 我们就将就股票的部分 微博要教各位 如何来做反败为胜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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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八六八 请您成为故事中的长征军 陈凳斗铺 直约的托付 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法式品味 风格随我 PREMIUM 芦台精工 创新建筑 润台精工 创新建筑 润态精工 创新建筑 甲山林城上城 壮丽落城 城屋玉寿腹 大户轻松住 20分钟直打台北101 长庚正对面 金店面开放日月 甲山林城上城 对线城落 24315858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目前就先就股票部分来做一个说明 现在如果说手上的套牢股票怎么办 一定要杀出去吗 没有别种方式了吗 基本上有的人会去享用摊平的方式 但是摊平的结果 有时候你不是摊在一个所谓相对低点 你如果发现了你买的价位又错了 一开始买的价位错 后来加码价位又错 会导致你重伤 所以我认为在加码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位 所以现阶段要怎么样去做反败为胜 你要先判断你现阶段股票 它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波段下跌的可能 我举个例子来给各位听 比如说联发科 今天联发科小涨了4块钱 联发科的走势这一波 从439块也跌到了300 各位这样也跌了130块钱了 跌了130几块 再跌下去有的人会受不了 各位同志朋友是不是要出 用博热指标 用它的高低档观念来做一个有效的判断 之前跟各位讲过了 当博热指标来到高档的时候要有风险意识 同样的当博热指标来到低档的时候 也不一定要再杀出去了 这个部分怎么看 我们用2454联发科来看 这是2454联发科 联发科的走势这一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波的下跌 很明显 各位这地方在什么时候 这地方在400多块 当400多块的联发科 请问一下 他的博热指标是高档还是低档 很明显的 各位 博热指标要有高低档之风 我们用一个明确的数字来做一个判断 不要说 懵懵懂懂的 什么高档什么低档 完全用猜的 那不正确 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数字 80到90以上叫高档 20到10以下叫低档 那我请问各位 当时候联发科 从地方涨上来涨上来到这边的时候 最高点是不是来到了439.5对不对 当439.5的时候请问 从博热指标一直向上一直向上一直向上 到这个地方 他是博热指标高档还是低档 很明显嘛 刚才给各位看都来到80几了嘛 所以事实上这个区域都叫高档 那高档应该怎么办 买股票吗 我跟各位讲 高档你要有风险意识 再跟各位讲 以后 我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以后你买股票千万要去注意 来到高档的时候就放他 放他走了 他再涨就算了 因为你不要拿你的钱去冒险 一旦高档并且转回向下 他就开始跌 对不对 好 重点来到现在怎么办 这边不杀这边不卖 来到这边难道出乎在这个地方吗 各位投资朋友 请问一下 我们以昨天来看好了 昨天杀下去的一个联发科 请问他是高档还是低档 所以来到低档的股票不要再杀的原因是在这边 他有可能等他博日指标向上的时候 他还没有向上 联发科到目前还没有向上 所以他还有可能再跌 但是再跌的空间已经不会向这么多了 懂我意思 一旦等他向上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往上涨 这类是股票已经从今天开始发生了 我举个例子给各位看一下 这一档叫8016的细创 今天的细创攻上涨停板 各位 细创他在昨天之前 昨天也是打到跌停板 昨天的细创打到跌停板 今天拉到涨停板 这一波的细创已经从113块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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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破 70块钱 好 各位投资朋友 重点来啦 如果到昨天跌停板的时候受不了的人 各位 把他卖出去然后今天涨停板 怎么会这个样子 如果你从博瑞指标来看的话 你不会在昨天杀出去 来我给各位看博瑞指标 这是8016的细创 细创这一波已经从113跌 跌很深了 跌到70块钱了 各位 为什么这一波会跌 因为跌的原因是因为他博瑞指标向下 这个没有问题 好 各位 到昨天为止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低档区了 对不对 他昨天为止我们拉近一点看好了 到昨天为止拉近已经接入接近低档区了 你把他昨天卖掉 昨天卖掉了 再怎么样也要今天 如果你踏脑想卖的人 你都要今天涨停板卖啊 怎么会去卖到昨天跌停板 懂我意思 这一次股票已经很多例子这样出来了 我给各位看一下 各位你看这一档叫6147的奇邦 6147的奇邦这一波 也跌这么深啊 各位你看一下 从76块钱 74块钱一路跌 这边跌到40块钱 到昨天的时候也几乎打到跌停板 对不对 好 已经跌跌跌跌受不了了 我干脆把它卖出去啦 结果一卖出去 哇 怎么卖出去今天却涨停板啊 很多状况是现阶段 很多股票都是类似这样子的 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奇邦的博瑞指标 这是6147的奇邦 今天功劳涨停板对不对 好各位 这是它的博瑞指标 为什么奇邦这一波会一直往下跌跌跌跌跌跌 因为博瑞指标转为向下之后 它就开始往下跌了嘛 啊大盘也跌嘛 好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拉近一点看 这边都是向下的 有没有看到黄色有没有突破这个紫色的趋势线 没有但是今天的奇邦 各位有没有看到博瑞指标今天的奇邦 这边有出现一个红星星 好我再把今天的价位加下去好了 各位今天我们又出现一个42.9这个价位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你什么 原本这个地方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好了 69块这边出现了一个博瑞指标向下的箭头 就是跟你讲说它的博瑞指标转为向下了 那转为向下了之后哇哇受不了了 对不对 到昨天为止受不了了 昨天跌跌满受不了的时候 请问各位这已经极低档 为什么 因为这一波台北股市形成很多股票抄跌 抄跌的时候杀出了筹码出来 当你受不了的时候 你却把股票杀在低档区 所以来到这个台北股市来到这个位置点 我要请问各位 你目前现阶段你应该要有工具去判断 你目前套牢的股票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套牢的股票还是在高档区 博瑞指标还没在低档 还有可能下跌 那你可以先出之后再来接 但是已经跌的差不多了呢 我再举例一档股票好了 这一档股票有很多人之前做 为什么 叫5490同亨 因为同亨之前他是这样涨的 涨上来大家都去追了 结果同亨从129.5跌跌跌跌跌跌到昨天剩72块钱 也跌得非常深了吧 那跌下来过程当中为什么他会这样跌 一样啊 来我们所有股票都用博瑞指标来看 这是5490同亨 对不对 5490的同亨 请问各位 为什么同亨会往下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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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 原本是博瑞指标向上嘛 转成博瑞指标向下嘛 所以当向上的博瑞指标转为向下了 他就开始往下跌跌跌跌跌跌跌 100多块的同亨大家都去追 各位 你要看一下5490的同亨这时候是多少 120嘛 120几块嘛 那请问各位 从博瑞指标来看是高档还是低档 刚才都给各位看过数字了嘛 对不对 大家都喜欢去追高 来到高档都不知道 同样来到低档的时候 你们也不晓得 20到10以下叫低档 所以像昨天的一个同亨 事实上已经杀到了很低档的位置点了 他已经开始进入低档区了 为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昨天的同亨 动人线10 好我们看一下这是同亨没有错吧 好我们看整体 所以当昨天的同亨事实上已经杀到很低档了 结果你把他杀出去 哇今天怎么 不不不往上拉到涨停板 如果他继续往上涨怎么办 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现阶段有很多股票都是类似像这样子的 我怕各位你不晓得 结果每一次都在追高杀低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就期货指数的一个动作 我认为应该当冲 短线做当冲累积资金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样做也赚了60点 60点 慢慢的慢慢的累积 等波段机会 什么叫波段机会 日线博瑞指标确定向上那一天 波段机会就来 所以现在多也可以空也可以做 那多就等30分线向上做多 空就等30分线向下做空 这是指数 但是股票部分呢 股票因为很多都套很深了 他的波段指标已经都来到相对低档区 不应该卖 所以今天的一个部分 我希望各位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我们时间大概是3分钟 我本来也准备很多股票 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我们再看一些股票 让各位知道说 目前有没有你的股票 波段指标目前的一个状况 各位可以来注意一下 比如说 有一档股票也跌很深了 各位这档叫做9802的预期 对不对 之前也是涨很多 现在跌很深了 之前涨很多的原因 现在跌很深 各位同志朋友 是不是他波段指标也是呈现向下状况下 好来到这边要不要开始卖了 各位 已经跌到这边就不要卖了啦 因为他已经开始进入低档区了 所以这档股票叫预期 我觉得 因为他还是呈现弱势的股票啦 弱势的股票 就暂时先不要出了啦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3694 带号3694 来 3694的海滑 为什么 这档之前也是很多老师叫的啊 但是最近都在跌对不对 那为什么最近会跌 因为最近的博瑞指标都是向下嘛 好 那海滑跌到这边的时候是低档吗 我们来看一下 拉近一点看好了 诶 动能线32 那我请问各位 32是低档吗 32还不是低档喔 所以就这一档股票来讲的话 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入低档区 你手上有的人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那再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再来看其他股票 我们来看这一档好了 这一档叫2402的益加 对不对 今天跌了5%多 好各位 为什么益加会下跌 好 益加下跌 他原本是博瑞指标这边向上 这边向上一波 好 很遗憾的 这边出现博瑞指标向下 所以他下跌对不对 好 那来到今天的时候 他来到低档区了吗 我们拉近一点看好了 来到今天的位置点 哇 34 好 我们看这一档是益加没有错 好 所以像这类式的股票 都要目前为止 都还不要摊平喔 因为他还没有来到低档区 还没有博瑞指标向上 所以这边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档叫6451的讯星 也是这一波跌很惨的 那为什么讯星会跌很惨 之前博瑞指标这边向上的时候 这边往上涨一波 对不对 没办法 因为他从这边高档 博瑞指标向下之后 他就开始往下跌了 那跌到目前为止呢 各位 我们可以看一下 来到16楼 也就是这档股票已经开始进入 所谓低档区了 那你就要注意 来到低档区 他还没向上 表示他还有可能会再跌 但是再跌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你可以借由这样 一旦博瑞指标向上就有机会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档 不然的话我们时间不够了 不然我们时间够的话 其实可以看100档200档 其实都没关系 因为所有的股票都可以用 博瑞指标来看 这叫5474的宣德 他也是博瑞指标向下之后 开始往下跌 那来到这地要卖了吗 各位 一样 来到了博瑞指标 开始进入低档区了 所以目前为止 也不要卖 你会看他今天的走势 一开盘开跌停 然后开始往上拉往上拉 对不对 各位 如果今天一开盘开跌停 往下刹的时候 你就刹在跌停板了 那你又错失了 所以现阶段跟各位报告一下 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工具 有一个依据来帮助你判断 想要反败为胜 绝对不能只是靠感觉 靠想想而已 要有一套工具 那各位 如果各位不知道怎么错 我们会尽全力的把各位交到会 请各位好好把握 我们最后倒数四天的一个专案 那我们今天一个节目到这边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五八六八 陈通投雇陈老师股市操盘系统 全市场唯一 由老师亲自教学的软体 是全市场唯一 简单又勇用的指标 只要您拥有保证交道会 致富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通投雇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着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败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败金一定贷出 精准分析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股市中的长振军 陈通投雇值得的托付 52752 5868 森田药庄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老师说地震时要蹲下 少演乎不要惊慌 妈妈说疏散时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就像